有個病人啊 他是那種壓力很大的科技業工程師 這幾年他就發現他的血糖啊 血壓 血脂肪 一路一路的往上升 那只是一檢查發現 他其實是有一個 嚴重的皮脂唇失調的狀況 皮脂唇失調啊 皮膚變得下垂啊 肌肉變得鬆弛啊 變得比較沒有精神 那甚至呢 失智症也會比較早發生 那我在這邊和大家分享幾個營養素 用生理上啊 去調節皮脂唇平衡需要的 第一個 燙壓營養素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天 你知道瘦不下來 有可能跟老化荷爾蒙有關係嗎 是什麼荷爾蒙除了讓體重居高不下 還會加速老化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這雙重災難啊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抗老化醫學專家 魏士航醫師 醫師好 大家好 醫師其實有一些人啊 他吃的也沒有比別人多 但是體重就是直直往上升 甚至無意間多了不少的皺紋 請問一下醫師 根據你在臨床上看到 是這樣子的案例啊 通常什麼原因造成的比較多 那就讓我先傳一個例子來說明好了 我診間有一個病人啊 他是那種壓力很大的科技業工程師 那他長時間就處於那種高壓的工作狀態 那他飲食習慣很不好 他喜歡吃一些高糖啊高質的食物 那另外呢他也很喜歡吃宵夜 像他啊這幾年他就發現他的血糖啊血壓血脂肪 每次體檢那個數字就一路一路的往上升 那另外他也發現他再怎麼減重 他那個體重下降的效率就是不是那麼的好 只是一檢查發現 他其實是有一個嚴重的皮脂唇失調的狀況 這個皮脂唇是什麼意思 皮脂唇其實是一個我們身體啊 用它來面對壓力環境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我們身體有兩套系統來去面對壓力的環境 第一套就是我們所謂腎上腺素 那當我們感受到壓力的時候啊 腎上腺就會分泌腎上腺素 那讓我們身體啊轉換到一個 戰或逃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時候啊我們身體會釋放出脂肪 釋放出肝糖 讓這些能量去給需要的組織去運用 另外呢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器官啊 他只會讓血管收縮 那當血管收縮這些資源就比較不會被他們拿走 那他就可以把資源拿去比較需要運用的部分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皮脂唇了 那皮脂唇他是處理的是慢性的壓力 那他讓我們面對一些長期嚴苛的環境 皮脂唇分泌之後啊 我們人會變得比較容易餓 會希望去攝取更多具有熱量的食物 那同時身體呢也會比較傾向於把這些熱量儲存下來 面對這些長期嚴苛的環境 比如說你長期處於一個工作壓力比較大的環境 這種算慢性的壓力 那如果是比如說你今天有重大的考試 或者是今天有重大的提案 這種算是急性的壓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造成的荷爾蒙 都會影響到你的肥胖問題是不是 確實 那到底皮脂唇失調是怎麼造成肥胖的呢 其實要談清楚這個之前 我們就要先來了解到底壓力是什麼 那其實壓力啊在我們身體上 並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它其實是一個 假如說我們認為這個東西 它有可能打破我們身體機制的平衡 這樣的威脅其實就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壓力 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有 內在和外在的壓力 內在的壓力的話我們最常直接聯想到就是 一些心理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長期的一些營養的缺乏啊 或者說身體啊 有慢性發炎的狀況 那其實也都是一些內在的壓力 那外在的壓力啊像是 我們的經濟啊像我們的工作啊 家庭啊人際關係啊 那甚至一些像最近很熱的天氣這種天氣 或者說長時間的噪音 這些也都是外在的壓力來源 這些壓力來源啊 如果長時間無法被解決 它就會打破我們 生理機能的平衡 那因為我們所有的生理機能啊 其實都是維持在一個 動態的平衡狀態上面 它其實有點像湖水 假如說我們有風吹過去它就會有淋漓 但是它最終 最終它都會回到一定的平衡 那這樣的平衡假如說長期在壓力之下 平衡被打破 那皮脂醇失調的狀況就出現了 那這個皮脂醇失調 像剛剛講到會造成我們肥胖的問題之外 還有什麼樣子健康上的影響嗎 皮脂醇失調啊 在初期啊 它會大量的分泌 那所以我們人會處於一個比較亢奮的狀態 所以一些睡眠的問題也會跟著來 那另外剛剛也有提到啊 像我們啊會攝取很多高熱量的食物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 也都會跟著到來 那另外同時皮脂醇也會壓抑我們的民意系統 所以我們會比較容易有感染的狀況 那後期啊皮脂醇它的分泌越來越衰弱 那衰弱的狀況 其實我們反而會處於一個比較緊張 亢奮 但是卻又疲累的狀態 那像這種人啊 他會很習慣 他會很習慣有吃宵夜的習慣 然後會發現 他就算晚上了 他其實他是處於亢奮狀態 他無法入睡 對對對 那所以像這些狀況其實都會造成我們健康的影響 可是偏偏大吃大喝吃宵夜就是最舒壓的 是的 結果反而其實是有反效果的 那其實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是加速我們老化的兇手之一 沒錯 當我們攝取很大量的糖分的時候啊 那個血糖是會升高的 那升高的血糖 其實他就是造成我們身體發炎最主要的原因 長期發炎 器官就很容易老化 那另外呢 皮脂醇大量分泌啊 其實他會有個皮脂醇竊取的問題 那他會讓其他荷爾蒙的分泌量變少 那當其他荷爾蒙分泌量變少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皮膚變得下垂啊 肌肉變得鬆弛啊 那人也會變得比較沒有精神的狀態 那也有研究發現啊 當我們皮脂醇分泌比較高的時候啊 其實腦部的血流是比較少的 那像這種狀況之下啊 那個認知功能 記憶功能都會衰退 那甚至呢 失智症也會比較早發生 了解 那其實我們一直強調 這個壓力其實蠻抽象的 這個皮脂醇有沒有失調 我們自己有辦法知道嗎 比較常能夠讓我們辨別的方式啊 其實要透過 皮脂醇的生理節律來去察覺 那一般來說皮脂醇的生理節律 其實就像我們人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一樣 它有一個24小時的節律 它的最高點啊 通常都在6點到8點之間 那這個時候皮脂醇會大量分泌 讓我們身體準備好去迎接 接下來這一整天的挑戰 那隨著這個時間一過 它會急劇的降低 然後再慢慢緩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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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 降到凌晨大概12點到2點之間 是最低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再接到下一天的那個循環 哦 所以它本身是有一個週期的就對了 是的 那當我們皮脂醇失調的時候 這個週期是會被打破的 哦 就該高的時候反而低 低的時候反而高 是的 那像這些人啊 他在早上的時候 他就異常的亢奮 很有精神 可是一過中午 他就好像電放完了一樣 非常的沒有力氣 你需要一些午睡的狀況啊 來去補充他的能量 那他們也很喜歡在下午啊 吃一些小點心啊 高糖的食物來去補充能量 嗯 那有些人呢 是晚上 披唇明明應該低了 他卻不低 那像這些人 他在晚上的時候 他很喜歡吃宵夜 去補充那個糖分 那另外呢 他的睡眠狀況通常都不會太好 他明明很疲累 卻很亢奮 很難入睡 那在睡的過程中呢 也很容易醒來 嗯 隔天呢 他明明就睡很久了 他卻總覺得睡不飽 很疲累的狀況 這種其實都是皮脂唇失調的真相 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維持這個 皮脂唇的平衡就很重要了 飲食方面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降低他的這個 不穩定的狀況 其實 有很多營養素啊 是我們生理上啊 去調節皮脂唇平衡需要的營養素 那當這些營養素如果缺乏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很難去面對 皮脂唇的調節失衡的問題了 那我在這邊和大家分享幾個營養素 第一個抗壓營養素最重要的就是維生素B群 那B群可以幫助我們穩定我們的神經 讓我們的肌肉放鬆 那B群從哪邊攝取呢 它其實在很多食物裡面都有 因為它是各種不同的維生素B 那像是B1的話 它主要就在一些全骨類食物裡面 那像B12它主要是在一些動物性的食物裡面 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盡量攝取各式豐富的原型食物 來去確保我們維生素B群的取得 第二個呢就是維生素C了 當我們處於長期壓力的時候啊 身體會消耗掉大量的維生素C 那所以如果我們說我們有補充足夠的維生素C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去對抗那個疲勞感 那維生素C在什麼食物裡面比較多呢 像是一些水果啊 比如說芭樂啊 奇異果啊 那如果在蔬菜的話像是填膠啊 裡面都有比較多的維生素C喔 第三個像是鈣 那鈣的話又有人叫做天然的鎮定劑 那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肌肉啊 還有神經的放鬆 所以它不只是照顧我們的骨頭 那要從哪裡攝取呢 其實像是一些乳製品啊 或者是豆干啊豆腐啊 或者海帶裡面含量都很豐富 那另外像是鎂 鎂這個元素啊 它其實也是對我們肌肉和神經的調節很有幫助 那另外它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好的睡眠品質 那美的話呢 可以在一些南瓜籽啊 葵瓜籽啊 芝麻啊 或者是黃豆黑豆裡面去取得 那第五個則是我們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Omega3 那Omega3它是一個我們製造血清素製造多巴胺的原料 那這些東西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心情的愉快愉悅 那所以我們多攝取一些Omega3可以幫助我們對抗這些壓力 那Omega3要從哪裡來呢 一些深海魚類 像是鮭魚啊 或者說一些堅果 一些種子類的食物 它其實Omega3都蠻多的 那其他像生活習慣的運動方面會有影響嗎 生活習慣和運動啊 其實影響非常大 我在這邊有六個事項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避免高糖食物 高糖分的攝取造成血糖的波動 那同時呢那個胰島素分泌量墊得很高 那帶來肥胖和胰島素阻抗的問題 那所以避免的高糖食物 其實我們可以減少大部分皮脂醇失調帶來的健康影響 第二個呢 其實就是要減少咖啡的攝取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就很累了 所以我需要咖啡來提神 上班族一定是要咖啡來療癒的 對 是 那但是呢 其實咖啡啊 這個東西它是透過刺激你的腎上腺 去分泌更多的腎上腺素 和更多的皮脂醇 來去讓你提神這種效果 那所以其實它是會惡化我們皮脂醇失調的狀況 慢慢的減少之後 我們才不會遇到一些 像是咖啡越喝越沒效的情形 對 只有在適度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去少量的攝取 才是比較好的方法 第三個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們盡量避免一些高強度的運動 因為高強度的運動 其實也會刺激我們皮脂醇的分泌 那它這樣其實也會惡化我們皮脂醇失調的狀況 所以什麼樣的運動比較適合呢 像是走路 或者說瑜伽 那另外像是一些呼吸法的訓練 其實對於紓壓也是有幫助 如果說在晚上從事這些競技運動 比如說籃球啊這些的 其實晚上就比較容易有睡不好的情形 那第五點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從事一些休閒活動 為什麼要從事休閒活動呢 因為這些休閒活動不是單純可以帶給我們愉快啊 愉悅的心情 那其實它更重要的是 我們從事休閒活動的時候 可以把我們的專注力從那些壓力源轉移開來 那第六個就是我們剛剛有稍微講到的 這個晚上的睡眠品質 睡眠品質好 對於紓壓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可以提供幾個啊 幫助大家維護睡眠品質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不要在晚上吃東西 不要在晚上運動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穩定我們睡眠的時間 那當我們身體節慮習慣那個睡眠時間的時候 到那個時間你就會準備好 準備要睡了 那或者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睡前儀式 當身體我們做了這件事 身體就知道準備要睡覺了 那第三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安靜 然後黑暗的環境 這樣才能確保我們睡眠品質是穩定的 就是打造一個讓身體可以好好休息的睡眠空間 是 以上我們說的 其實仔細聽起來都是 不需要花大錢的保養方式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是需要藥物控制 或者應該說這個問題他吃藥是有效的嗎 其實P屬醇失調啊 它不屬於一個疾病的狀態 它只是功能上的問題 那所以一般來說我們P屬醇失調 是不需要吃藥的 那真正要吃藥的狀況是什麼 是一些像是腎上腺的機能抗徑或低下 比如說我們聽過的那個愛理生試症 那它是一個腎上腺機能低下的狀況 或者說酷心試症 那是一個腎上腺機能抗徑的狀況 像這種已經被確認為疾病的狀態 它才會需要藥物來去處理 其實壓力這個東西啊 並不是一個完全負面的東西啦 那短期的壓力呢 它其實是可以帶給我們生理啊 心理的成長 那所以減壓這件事情 其實是把這些有可能成為長期壓力的事件 把它轉化為短期壓力 那當我們能夠好好的紓壓的時候 不僅我前面提到的身心的成長 其實我們在身體方面啊 血壓會更穩定 血糖會更穩定 身材也會更穩定 那自然健康也就來到了 減壓紓壓 說起來真的是說得容易做得難 但我們還是可以從最簡單的一些生活小事開始做起 一點一滴慢慢的改變 相信大家都還是可以有機會抗老化逆鈴 維持一個健康的好體態 今天謝謝醫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謝醫師 謝謝大家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哦